東吳的邊境就到此為止了 對面就是御洲,是曹操的屬地 邊境這麼大、這麼闊,無遮無擋 曹君豈不是很容易殺過你? 我們東吳的報房是密不透風 所有哨兵都經過精挑細選 敵人是難越雷池半磅 有這麼厲害嗎? 都督自君有方,早已聞名 稟都督,有曹君勢作潛入 正在追捕,請都督離開,以策安全 我們…我們先能撤離 是,都督 快點 找都督,細塞已經抓到了 我們在他身上找到這帶邊境的地連圖 請上來 是 阿巨上來 走 說,你還查探了刀不知什麼 阿巨先回去 是 是 別走過來 你再走過來,我殺了他 魂迅 有事慢慢說 英雄,懸崖,你跑不掉了 放裝我算了吧,好嗎? 懸崖,難不投降 你不投降,我們就放箭 放箭,不要 魂迅 魂迅 為何你要放箭? 我還是逼不得意 我不可以放走個細祖 請君師見諒 人已經死了,君師,你還是節外了 道徒,需要下去找回我們師太嗎? 下面是曹操的屬地 月界會多生時端 知道 昏迅 真可惜 雖然我認識司馬謀事不太久 但是他那個人很有趣,頭腦又靈活 諸葛君師,你別這麼傷感 我知道你的感情一定很好 就像兄弟手續一樣 他的運氣真的不好 跟運氣無關 是你下令放箭 他在中箭才會倒崖,才會粉身碎骨 我當時是不可以不下令放箭的 如果被那個細祖走掉了 曹操就會知道我們都不忘記的軍事機密 影響非同小可 當時在細祖身上 已經搜了一幅軍事圖出來 根本無需放箭 圖是細祖畫的 他隨時都從默寫出來 所以我一定要抓到這個細祖 事關重大,主公也明白 諸葛君師,刀刀這樣做是情非得意 司馬謀事遭遇不測是意外 大家都不想的 諸葛君師是明白事理的人 應該知道放箭是無可避免的 最重要是不要傷亡大家的和氣 影響到結盟的大事 端師… 為什麼外面的人廢話運送大哥死了 是不是真的 對不起,桑柳 是真的 不是的 端師告訴我不是真的abel 運送大哥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registered 他才能告訴我 華盛大哥, 你在哪裡? 怎麼回來了?華盛大哥 我不要好好照顧他, 對不起 我不要… 放箭 我中了Jean的 原來是你救了我 我記得了,阿樹大哥 還有你幫忙射來救我 麻煩你 又說懸崖難倒你 救命…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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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信大哥… 這個一定是曹操的細作 雲信大哥呢? 雲信大哥, 好了, 我終於找到你了 你不用浮屍風野 雲信大哥, 你不用怕, 凡家在這兒回… 雲信大哥, 你還沒死? 我給你喝水 怎麼樣?雲信大哥, 你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好一點了嗎? 你支持住… 雲信大哥, 支持住 救命… 什麼人? 黎馬無事, 快過來幫忙 雲信大哥, 你支持住, 你有救的 來 參見主公, 周都督 司馬無事的情況怎麼樣? 他已經甦醒了 只要多休息一段時間就可以復營 這樣重箭法也可以沒事? 司馬無事的耳傷和骨折都不少 但是沒有骨折都不少 參見吳后 司馬無事, 你有傷在身 不必拒禮, 坐 謝吳后 知道你中箭墮崖之後 我一直都寢食難安 如今見到你安然無恙 我實在很高興 謝謝吳后關心 其實也沒什麼, 只是手而已 周都督說 當日所有人都看見你腰間重箭 為什麼楊醫工說你無箭傷? 周都督說得一點也沒錯 我真的中了箭 不過幸好有個鄉下的小腕椅 夠硬正幫我擋一擋 才撿回身材, 沒事 要不然被人亂攻放箭, 射死了 變成箭珠落到地府就不值得吧 當日是我下令放箭 令你受傷, 我實在很過言不去 不過當時的情況實在情非得已 希望司馬無事, 你會明白 明白 萬一世俠在周都督面前逃脫了 真是好与好無面子 事萬謀事, 你有傷在身 我們當然不打擾你太久了 我已經派人去江夏 通知劉王叔你的情況 你可以在這裡專心休養 謝謝吳后 你說如果個個心得像吳后那麼好 就好了 好